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郷主任 四年没有办生日会 这一次其实在办生日会 其实再见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然后还可以再唱歌给大家听 是我最大的生日礼物 所以其实每年都想办 但因为可能在工作的情况 或者是时间没有办法安排好 所以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办成 那看到这么多熟面孔 其实很像不是在表演 今天其实心情非常的轻松 好像只是在跟大家说话 用音乐在跟大家聊天 现场也为世元界送上生日蛋糕 世元界有什么生日愿望呢 第一个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 然后每一个喜欢我 无论是从十年前认识我 或者是现在才认识我的所有朋友 都可以很健康 然后我会继续的一直演戏 让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戏 跟着我的歌一起的成长 一起长大 第二个愿望呢 我希望我自己 我期许我自己能够在 今年开完幸福兑换卷之后 应该已经到年底了 就得到幸福吗 明年 今年发了一个数位的单曲 希望可以在明年 能够筹备出一张 可能六首歌或者是十首歌的专辑 或是真正的EP 歌手出身就是一直很希望可以唱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 那现在从演戏之外 在演戏当中也有在唱歌 所以我一直觉得唱歌也算是我生命中的很重要的一块 然后在我的演艺生涯里面也算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希望之后的专辑是全创作 因为我现在自己写歌也蛮多量的 就是在我自己的电脑里面 明年是一个目标 但是会不会达成不确定 当然还是要看看大家 就是继续支持我 然后让我有动力 可以让所有事情更圆满 能够让我自己的梦想 可以更快速的达成 昨天虽然是圆界在金钟奖上敲钟失利 但是依然觉得有入围就是很好的肯定 我很开心 其实我在前面颁发很多奖项的时候 我都觉得所有奖项实至名归 那公布在入围者里面 其实我就这一次我就觉得 其实得不得奖真的都是无所谓的 那当然这次得奖的是演过我爸爸的希哥 那希哥本来就是很实力派的演员 又加上演我爸爸过 所以我当然觉得希哥得到这一次的奖 真的是实至名归 那我也觉得很有容颜 那很开心希哥这次可以得到最佳南配角奖 那我也会努力 对 我那个时候我结束之后 碰到希哥 我跟他说 阿爸 恭喜你 然后希哥就说 我真的我看好你 我跟你之前演戏的时候 我就看好你 你绝对可以得的 你绝对可以得的 相信我 再一年两年你就可以得了 真的 但是先等我退休之后 你就可以过 高绿新闻网 祝我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大家一起开手 祝我生日快乐 让我听到大家的声音 祝我生日快乐 台湖 台湖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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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